刚刚讲到这个整个地缘政治 因为最近岸田文雄跟拜登总统有见面 那双方针对美日的安保 共同防御 甚至还讨论到台湾的紧急事态的应变 有一句话颇耐人玩味 就是说拜登他讲过 其实我印象中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讲 美国会尽所有的能力来保卫日本安全 包括动用核武 所以真的 核子大战不是想象不到的 对我要讲的是说 国民党侯友宜讲说 我们不要做大国的棋子 强国 强国的棋子 就美国的前国安顾问博敏就反驳他 说这个宣传跟中国很像 是中国的认知作战 所以当我们在看说 我们要不要做强国棋子的时候 我们看强国在干嘛 强国就是美日 在台湾周边的强国就是美国跟日本 美国跟日本最近 那个拜登拜访岸田文雄 他们主要就是要签订 一个美日澳三方军事演习的可能性 另外就是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谈 那要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日本拥有攻击敌人武器 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 比如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就是源头打击是非常重要一点 那我们要知道日本是一个和平宪法的国家 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叫自卫队 他们不叫军队那就是说我本来只能自卫 所以过去的安倍晋三一直希望日本能够修宪 但是他们没有修宪之前 美国跟日本就已经开始在进行 所谓的让日本可以成为一个 可以作为源头打击国家的一个 他军事初级的能力可以加强 有的时候他不再自卫了 他可以去攻击他攻击他的敌人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要跟英国签署 所谓的在对方的领土互派军队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让日本的在没有修宪之前已经达到修宪的可能性 那目的就是其实不是真的要派到英国了 目的就是如果第一岛链有事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来派驻到台湾 或者是其他的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 包括菲律宾或澳洲的军事基地上面 这个东西保证了第一岛链的安全 也让这个战略上非常清楚 就是美国希望扶植日本在第一岛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同时保障台湾安全 这个是所谓侯友宜说不要做强国的棋子 强国在做的事情 我们不是棋子 因为现在军事里面 它很重要叫做区域联防 区域联防概念是每一块我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对抗北韩 俄国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武力的 所以在整个东亚地区第一岛链地区 你必须形成一个区域联防的概念 这个区域联防 台湾必须扮演好这个角色 别人才能够帮忙你 如果台湾不扮演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你如何期待在战时的时候 当中共打过来的时候 你有出足够的时间 让日本跟美国来奥援你 所以不要再把强国的棋子 放在国民党的嘴巴里面 整个国民党的思维要去做改变 因为国防或者外交是整体利益 而不是政党的利益 不要因为你要跟民进党不同 你就提出另外一个说 我要跟中国比较好 我要跟不做常国的棋子 到最后受害的都是整体的台湾人民 其实这一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这一趟的访问 我真的很佩服他的行程 非欧洲几乎是马不停蹄 他这是总共 因为主要是G7的七个国家 那日本自己是其中之一 那德国总理萧之 因为下个月就要到日本 举行这个元首峰会 所以他这是跑了一个国家 跨洲 欧洲美国 那这次其实还签了一个很重要的合作协议 就是日本英国跟意大利 这三国要合作开发第五代战机 就是主要 因为日本现在是使用F2 F2是三菱重工所生产的飞机 但是因为比较早了 所以他要开发第五代战机 那这三国其实在航太工业都非常的强 都很有实力的国家 所以他们开发第五代战机 大家想想看 日本 意大利跟英国 你如果读过二战历史 你就知道 日本跟意大利在二战的时候 是跟英国是敌对的 但是经过了七十几年之后 双方现在可以合作 三方现在可以合作 来共同开发第五代战机 日本等于是 他这几年来 他在整个地缘政治 或国际的外交关系折冲 其实他变得比较积极 过去日本可能因为和平宪法 自我受限 但是这几年我觉得 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之下 日本变得非常的积极 所以日本未来在东亚 整个印太地区会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那至于侯友谊讲说 不要当强国的棋子 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国家 那为什么只有台湾可以当强国的棋子 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可以 那你知道 有时候这不是很好 就是说有时候别人会利用你 那表示你有价值你才会被利用 可是我们一定会被利用吗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 整个地缘政治里面 去做一些操作跟合纵连横 获取我们台湾国家最大的利益 这个是最重要的